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陳新安教授 我知道你們有無言老師的計劃 其實在我們收藏文物的過程裡 都有一位是劉亭妍先生 劉亭妍先生有一套印譜想捐給我們 後來再問起才知道 原來劉先生已經過世了 而且他參加了無言老師的計劃 其實恩直都很想向他們的家屬 表達這個借意 覺得劉先生一方面會想到 他自己收藏的文物是可以造福之後的人 連他的遺體都很大公無私地奉獻 希望可以造就一些醫科生 在你的經歷裡 無言老師的計劃裡 有沒有一些 你都覺得很深刻印象的故事 或者有什麼啟發可以跟我們分享 其實很多的 很多不同的故事都令到我很感動 也都令到我來到對生命有不同的反省 他們本身每一位都是我一個老師 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來到表達了一個無私奉獻的心 這件事本身也叫我很節復 很敬重 我只好欣賞這件事就是 你會提到那些書畫 其實都是無言老師 對 這是我一個 一個開啟的概念 我往往透過這些文物 就是覺得 我看到那個書畫家的為人 他們的行事經歷 怎樣在他們在世的年間 有很多好影響 而如果這些影響已經被遺忘 我們就很想去發掘出來 可能是文學上面 書畫上面的草藝 其實這些那麼多文物 在文物館裡面 就是我們的無言老師 兩者其實是有些共通點 都是有一種 我覺得是人性的光輝 閃亮了出來 這是給我一個新的靈匯 可能在欣賞藝術作品的時候 我們真的需要來到 存著一個感恩的心 因為他們將他的經歷 他們將他所面對的一些事情 他將他圖像化 或者用一些書法的文字 他放在一些作品裡 來經世流傳 幾十年甚至幾百年 來將他們的故事 重新和我們來講述一篇 這是我今天參加作品的時候 我所多人救領會 所以很感謝你 你給我一個啟示 謝謝你來跟我們 一起看這些展品 因為有時候 我們自己看 可能也是同一個研究者的角度 但是我們互相分享 可能有不同的心得 我覺得有一種 這些藝術家 尤其是廣東的藝術家 我覺得他們都有一種誠 很坦白 而那種很直接的感染力 是令到人感動的 即是你去了解他們的生平 沒錯 會有一些生命的觸動 我有另一個的認識 就是我們今天看的不同的作品 不同的作家或者畫家 或者書法家 他們對傳統的這些藝術的技能 或者那些訓練 他們有很牢固的基礎 但是他們不只是滿足於那個基礎 他們反而願意從這個基礎 再向上一步 譬如我知道我們今天看的這些作品 那個作者其實是去過日本那裏受訓 他們來看這個世界究竟是怎樣 然後就把他所學到 所見到所長 來融入到這個作品裏面 而且都給我們理解 就是當你推出一些新的創作 有別於傳統 你就要受批評 是 可能會受到非議 沒錯 強烈的非議 所以我也很欣賞這件事 就是這群藝術家 其實他有他的堅持 是 那他的堅持其實 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還有他的堅持 真的能夠帶給我們這些後輩 將來來觀賞這些藝術品的時候 真的去到你的境界 是 絕對是 所以我很深的這個印象 我今天來看這些作品 所以我很鼓勵所有能夠有機會 謝謝你 來到文物館的朋友 一定要多看 多思考這些作品背後的意思 今天 總之三 是 深入 海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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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